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台灣的外交部長吳超雪就踢爆了 說中國已經肖然展開了醫療外交戰 還打算向台灣僅餘的15個邦交國來賣手 最新中國的目標就是巴拉圭 另外有些外媒也察覺得到中國的野心 打算利用全球大流行的危機幫自己造神 於是紛紛讚聞抨擊中國 這個當然不是空月來風 在今早早 人民日報的微博發佈了一條短片 描述是這樣寫的 迪水之恩湧傳相報 中國已經宣布向83個國家和世衛組織 非盟等國際和地區組織 提供緊急援助 包括檢測試劑等醫療物資 而且向世衛組織提供了2000萬美元的捐款 支持他展開防控的國際合作 大家一聽到 滴水之恩湧傳相報就知道不對勁 面那一陣就好像說 當中國有危難的時候 外國的友邦 就肯對中國展開人道的援助 中國就會知恩淘報 在這個非常時期 就會向外國湧傳相報 面那一陣就是這樣 底那一陣根本就是道德綁架 其實潛台字就是 現在我中國就對你們這些外國友邦感恩淘報 你們要碰記住這份恩情才好 明天有什麼事 你們又要報回頭 這些根本就是洗到人家好像欠了中國一個人情 到其時就恩恩相報何時了 華人就有一句言語叫私恩莫望報 但是中國展開這個外交攻勢的時候 絕對就不會把這些那麼崇高的道德理念 攤出來說 總之就要使得這些外國友邦 好像欠了中國一個人情 所以這些外國政府 當他們要考慮收取中國的 物資援助或者人員的援助之前 一定要想清楚才好 如果不是 到其時那種恩主心態 叫你還的時候 你真是苦個弟弟 最近中國又想打台灣邦交國的主意 這次他們的目標 就是位於南美洲的巴拉圭 實情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他們目前只有15個邦交國 分佈在哪些地方 南美洲有一個 非洲有一個 叫斯威士蘭王國 全國土都是被南非包圍 歐洲又剩下一個就是梵蒂岡 另外那12個國家就很平均地分佈在三個地區 分別就是中美洲 加勒比海地區 和大洋洲 有一些國家似乎對於台灣來說 比較忠誠 因為他們不是看台灣的面色 而是要看美國的面色 這些國家 通常對美國的經濟 有非常高度的依賴 所以才沒有辦法受到中共的利誘 轉投中共的懷抱 否則可能一早就走不定 早前這個前巴拿馬總統 才被人設法 為何你在2017年底 會選擇和中華民國斷交 繼而就和中共建交 原來根據他那段的秘密通話內容就發現 原來中國 就在台灣和巴拿馬斷交以後 就給了巴拿馬一筆金錢的援助 甚至 有1億4千萬美元 就是這個前巴拿馬總統 代了落袋 所以 難怪這些國家會心動 實際台灣一直以來 如何維繫 他僅餘的邦交國 自從蔡英文總統上任以後 其實展開了一個叫做醫療外交 因為目前台灣僅餘的15個邦交國當中 其實大部分都是處於落後和初級發展的狀態 或者一些發展中的國家 他們的醫療水平相對落後 台灣的醫療水平相對較高 於是他們就向這些落後國家 提供醫療物資和醫療人員的援助 去當地建立這個醫療系統 其實早前也有些報導說過 有些邦交國和台灣斷交以後 跟著就和中共建交 他們就後悔 因為中共承諾的金門未到位 但是當地的醫療系統 由於長期都是台灣幫手 建立和營運 突然之間撤走那些人以後 整個系統都崩潰 所以 台灣在醫療外交方面 其實是有它的優勢 只不過 現在講全球大流行的時期 中國又開始向 巴拉圭埋手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原來中國就向巴拉圭承諾 台灣向你提供不到的醫療物資 就由中國來提供 於是台灣方面就退 承諾要向巴拉圭提供100萬隻口罩 這個消息傳出以後 當然就使得台灣的民眾不滿 你到底搞什麼 我們自己都不是很夠用 你竟然去捐100萬隻 給這個遙遠的邦交國 然後台灣外交部長就出來解釋 是捐給他 只不過不是由台灣生產 而是就地取財 就地購買 都不是在巴拉圭買 而是在中美洲一些國家來買 但是由於中美洲國家的 產能是非常有限 目前只是捐了10萬隻給巴拉圭 還有90萬隻都未曾到位 才是釋除了一些疑慮 雞腿打人就牙教丸 巴拉圭政府見到有東西收 當然就不出聲算數 但是他國會裏頭的在野黨議員 似乎欲求未滿 說你只有這麼少的物資不夠 於是台灣又加碼 決定是捐贈多200台的人工呼吸器給他們 這又是就地取財 又在當地採購 就不是在台灣生產 然後運送過去 這樣的話 台灣人民調氣都會順一點 起碼就沒有剝奪到現有的資源和設備 至於台灣方面 除了向巴拉圭捐贈以外 又向另一個邦交國 尼加拉瓜是捐贈的 要馬實這些邦交國 向尼加拉瓜的 衛生部門捐了什麼物資 捐了6000多套防護衣 以及10萬隻的防護鞋套 總之在當地能夠採購到什麼物資 都盡量來捐贈 希望中共不能向這些僅餘的邦交國 實情有些所謂的邦交國 根本上就不是有心建交 只不過在中共和台灣的鬥爭當中取離 反正哪邊有好處拿 就跟哪邊建交 隨即就跟另一邊斷交 你那邊有offer 我又來 實際上歷史上也發生過不少 當然很多人會質疑 台灣還苦苦堅持著這十幾個僅餘的邦交國 有什麼實際意義呢 除了在你國際舞台上挽回少少的面子以外 其實還有少少的實際意義 就是在中美的地緣政治之間 來取得一個平衡 沒理由台灣 一個邦交國都沒有 因為實際上這些邦交國 全部都是 受到國際承認的 而且全部都是聯合國裡頭的成員國 如果一個都沒有的話 台灣就變成 只要依靠著美國這個老大哥 你維持著這些 十五個邦交國 是有他實際意義的 好了 中國就展開這個醫療外交 似乎 就不是那麼成功 大家可以看看捷克就知道 原來中國就向捷克兜售了 這個快速測試的試劑 誰不知 人家就揭發了 你試劑的誤差率 達到八成 即是說有等於無 捷克目前最多只能做到幾百宗的測試 於是就要向外採購這些試劑盒 中國兜售給他那隻 最快可以在22分鐘之內得出結果 但是捷克用開那隻 需要幾個小時才知道 似乎加年蜜美 買得過 一用下去 就知道那個誤差率 是八成 即是買了一大堆的垃圾 除了某些國家因為重複而覺醒過來 原來有一些外媒都開始慢慢睡醒 今天《衛報》有一篇文章登了出來 標題就寫著 如果中國是珍惜言論自由 重視言論自由的話 全球就不會出現大流行危機 事實上也是 如果中國政府當初不是打算臭屎密蓋 可以掩蓋多少就得多少 掩蓋多久就得多久 總之掩蓋到他不要爆鑊就可以了 唯有中國吹哨人之稱的李文亮醫生 正正就是遭到你官方禁聲 人家只不過是把實情說出來 你就要懲罰他 好了 絕對紙包不住火 那些臭屎密蓋 都一樣會有臭味傳出 於是現在散到全球 你絕對又是害了全世界 當初如果你肯去正視這個問題 肯去及時作出防控措施 就不會搞到今時今日 所有事都是你夠由自取 但是你自己拿來衰就算了 現在就累了全世界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